哈喽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 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 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 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 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 前后推敲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会尽可能地去跟你说明 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液 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请进入到 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大家好 我是娟 在进入我们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之前呢 有一个好消息呢 要先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 也就是我们2023年 宇宙小学堂基础养成班 即将在我们的9月份 正式开始招生啦 那由于呢 这个是我们这一年度 最后一个班级招生 所以呢 我们会采用限时 以及限量的这个名额呢 来进行招生哦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你呢 来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我们有详细的介绍页面 以及相关的这个连结 那宇宙小学堂基础养成班呢 我们会着重在培养你 强重的这个心灵肌肉 那当然呢 我们要灵活运用 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来到宇宙小学堂 我们会协助你来转换思维 并且突破框架与信念 那最重要的是呢 里面的工具跟方法 都非常的简单 能够协助你在面对生活的 实际状况的时候 能够将它拿来进行一个运用 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宇宙小学堂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 欢迎你不管你在世界各地 都可以来上我们的课程哦 因为我们不仅呢 有线上课程 也会有这种非常丰富的互动的 团体辅导的这个过程 所以呢 很多同学们啊 他们都有非常棒的反馈 所以呢 如果你想参考你的学长节的反馈呢 在我们的介绍页面 以及IG的现实动态呢 都有这些同学们来分享他们的喜悦 所以非常诚挚邀请所有的朋友们 如果你对我们宇宙小学堂 基础养成班有兴趣的朋友们 请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来参考我们相关的资讯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 这一次的能量运势牌卡解读 哈喽金牛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金牛座的朋友们的 双中能量运势牌卡解读 那我们一样呢 会有12星座的这个开场讯息 提供给大家 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 好吗 请稍等我一下 这个牌呢 一开场就掉满地 好的 来吧 好 首先呢 第一个呢 要给这个金牛座的朋友们的 开场讯息是呢 还有最后一张 再拯救一下 OK 好 回来了 不好意思啊 好 首先呢 这个第一个 要给金牛座的朋友们的 开场讯息是呢 我觉得呢 在这两到三周呢 红色这个颜色 应该是蛮适合 金牛座的朋友 某部分的人呢 你可能很适合带这个 红玛瑶啊 或者是红珊瑚啊 或者是比如说这种红色的这种 饰品 因为我看到是 不一定是需要是真的红宝石 我看到有一些人会去带一些这种 红红的 像那种人造的也可以 像水晶的这种 这种 头发饰品 或者是手链 通通都可以 OK 所以我会建议你在这两到三周呢 用这个红色 可以在服装啊 饰品啊 配件上面搭配 因为我感觉啊 你最近某部分这个 金牛座的朋友们 我觉得你的身体 好像稍微有点微微的虚弱 就身体为一样啊 可能是工作太累啦 或者是太操劳啦 这个部分 我觉得要多加注意 这个红色能量呢 可能呢 可以稍微帮你补充一下 这个平衡 好吧 好 那第二个呢 要给这个 金牛座的朋友们的 开场讯息是呢 我感觉这两到三周后 有某部分的 这个金牛座的朋友们 你们可能 有些人 因为这是蛮 蛮少数的 可能对肤质 会有点过敏 或者是对于这种 卖类啊 然后这种 怎么说呢 肤质 麦类 就是类似像这样 面包类的 这种东西里面 或者是 一些坚果 可能会过敏 所以我会建议 你在这个部分 自己要 要格外小心注意一下 好吧 OK 那第三个 要给这个 金牛座的朋友们 开场讯息是呢 我感觉在这两到三周呢 某部分金牛座的朋友们 你可能会 稍微有点 对自己的 这个要求过高 就是 我好像要面面俱到 你就是觉得说 自己好像要面面俱到 这个都要做得很好 然后可能要让别人 看见你的成果啊 或者是比如说 要让别人觉得说 你看 这个是我做的 然后你可能 有自己的标准 或一套的这种流程存在 所以感觉呢 有部分的 这个金牛座的朋友们 你要特别注意 这样子的状态 你能不能附和得了 因为我感觉 某部分金牛座的朋友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感觉 开场讯息 第一个 红色这个能量 一直围绕在你的身边 我感觉你在燃烧你自己啊 但是呢 适当的休息是必要的 好吧 然后呢 记得 对自己的要求 不要过高 然后某部分的金牛座的朋友们 最近应该会有一些同事啊 或身边的朋友告诉你 说你好像有点 变得不太一样哦 如果他们有出现 这些小提醒的话 那我觉得 要稍微听一下下 好吧 OK 因为我觉得他们 可能是为了你着想 然后可能告诉你 不要这么急躁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准备进入到 你这一次的 双中能量物识排卡解读 首先你的挑战排卡 是这个前B4 OK 这三组能量排卡 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世界 是前B6 OK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 不好意思 这个是前B7 好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 有什么样的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 给这个金牛座的朋友们 好吗 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 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跟细节 OK 好 我大概知道为什么 开场讯息 就是叫金牛座 特别 不要过劳 当然可能能够理解 OK 好 因为呢 金牛座朋友们 你这一次的讯息 应该很简单 甚至有可能会很简短 我在你台面上呢 感受到这整个能量 就是坐坐坐坐坐 动动动动 就忙着忙着忙着 不知道要去哪里 好 这个能量场就是这样子 然后而且重点是 是很分散的 分散不是说你不够专注 或者是你记忆力不集中 不是的 是这个我也要做 那个我要做 这个我要抓 这个我也要控制 好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我现在解释给你听 好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 你抽到是魔术师 抽到judgment 抽到圣杯时 我个人会感觉呢 这三张牌卡 同时在一起的时候 你注意看 这个魔术师啊 就是伸出双手 这个我也要 那个我也要变出来 这个我也要展现出来 这个我也要让别人看见 OK 但你注意看哦 这个是你 OK 这边呢 是有一棵像枝芽 长出来的这个 像小树吧 我们就讲它一个小盆栽 然后呢 这边呢 上面呢 却有很多很多思绪啊 就是我要用这个 我要处理这个 我要忙这个 我要干嘛 就是你想要把所有的东西 做得非常好 然后面面俱到 然后呢 在这个 就是所有在这种 张罗的过程当中啊 我个人会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哦 我会觉得你可能会有点 太累或过劳 原因就是因为啊 你看 你这个牌卡里面 总共出现了两个 这个螺旋状 这个螺旋状啊 是我个人会感觉 你在这样东忙西忙 不只是在体力上啊 甚至在这个时间上面啊 都会让你哦 某部分都有时间管理 没有做好的这个 金牛座品们 你可能会乱的套哦 有些东西呢 我会提醒小众的摩羯座 我觉得有一股能量 就是你可能会记错日期 你可能会记错重要的时间 这边呢 我会建议你在这两到三周呢 在这个部分 行程安排 日程表安排 或者是时间规划 要再三确定 甚至是连签约 这个日期啊什么 你都要特别注意哦 好吧 OK 我这不是要吓你 我这是要提醒你 就是在这么忙乱的过程当中 我知道 我们都是为了生活 我们都是在努力 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 盆栽越长越高 其实我也能够理解 为什么你要做成这样 因为我个人会感觉 你有一个目标 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呢 我不就是为了让这个盆栽 持续的长大 壮大 变成一个大树一样吗 OK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会觉得在过去的状况呢 可能有出现这样子的状态 你要特别注意 因为呢 我觉得这张圣杯石 对你来讲很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 一开场的时候哦 你看哦 这边是有两个人在接吻 然后他们两个像大山一样 这边呢 总共是九个圣杯 然后最大的这个圣杯在这里 我个人会感觉哦 你现在在交手的 一个相关状况人数啊 我觉得有可能 比如说你做这么多事情 是为了让你的主管 看见得到年底的这个升迁 或者是比如说 你为了这么 为了家人 做这么多的这种牺牲付出 那是因为你希望这个家庭 能够 比如说在这种情感上面也好啊 在这个生活上无虞也好啊 我觉得你是付出很多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东西啊 在你的脑海里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在你的脑海里 我充满的这个是爱 但有一些人 我个人是认为 你就是单纯在追求 你自己的理想 这个圣杯 给我一种感觉 就是在你的脑海里 你看在你的头上啊 最重要的就是这些思绪 跟这个最大的圣杯 这个东西呢 你交手相关状况 人事物或世界梦想或目标 一定要是你非常热爱的 然后呢 重点是这是两座三 象征的意思是说 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事物 在你心中有一定的分量 有一定的地位 甚至我个人会觉得 是没有办法动摇的 例如说我们的家人 例如说这是你从小到大的梦想 这样子 所以你一路上 都是很努力朝这个目标前进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感受到 但是呢 我也会觉得 你可能要稍微好好照顾你自己 不要太过于辛苦了 或者是疏忽了这一块了 好吗 OK 所以来到现阶段能量场呢 你抽到是钱币女王 你抽到是宝剑三 抽到是Temperance OK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会特别提醒你 一定要注意了 因为在现阶段能量场 有一些这种潜在的这种状况 就会浮现出来啦 OK 在过去 或许你是这样子 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 你呢 是的确来到一个钱币女王 看起来好像很丰收 然后呢 钱币又象征的是一种 很稳很妥当 但是我个人会感觉 你注意看哦 这个女王啊 她手啊 是没有五只手指头 她很像是套在一个手套里 就像我们在拿那个 隔热的那个手套 她的手啊 好像是被捆绑起来了 OK 我个人会有一种感觉 这个要怎么说呢 怎么讲 我跟某部分的人讲一下 因为这边看起来 很像是她的胸部 但是 他们希望要我告诉你是 他们要形容这个是一个手 有一点像是说呢 我个人会感觉 当你啊 你看哦 这个呢 怎么说呢 这个有点像说 我在抓这么多东西 看似我好像得到很多 但其实当我都得到这些东西 我变成一个钱币女王 我很丰收 都很富足 都很棒的时候 其实我是被绑手绑脚的 你看哦 她很像是坐在这里啊 我看似旁边都不错 但其实我好像有点绑手绑脚的 绑手绑脚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个人会感觉 其实你可能牺牲了某部分 你自己个人的时间 你自己的兴趣 或者是 比如说为了要满足父母亲的期待 所以你一路就朝向这个方向去前进 所以我总感觉 这张牌卡会让你有一个状态 就是你终于来到了一个 我正在思考 那我呢 我自己要些什么呢 我得到这一切 是为了我自己吗 还是我真的有快乐吗 或者是这些东西 真的是我想要迎来得来的吗 我觉得这个是你现阶段的 某部分的这个 金牛座品品 你会去思考的 OK 还有某部分的金牛座品品 这张牌卡对你来讲 是有一点像是说 我要继续再投入吗 因为我觉得某部分金牛座品品品 这张牌卡给我有一种感受就是 你可能会选择继续投入 继续做 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决定 但是我觉得 好像这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牌卡有一种第二波在投入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正在架构的这个东西 比如说第二次融资啊 然后第二次贷款啊 或第二次在怎么样有一个进展啊 我个人会感觉 你是坐在这边思考 这些东西呢 还要不要在 比如说加码这么多 或者是要不要再投入这么快 我觉得这是某部分 非常小顺的金牛座品品 你在思考的 还有你在思考 怎么样把这件事情 现阶段已经有这样的成果了 那在第二个阶段呢 你想要怎么做 能够让它达到一个下一个阶段 OK 因为我感觉 这个绑手绑脚 跟坐在这边的感觉是 这能够要怎么说呢 有一点像是说 它已经这么棒了 它已经这么好了 你也达到别人的期待 你也得到你想要的 那接下来呢 我觉得这张牌卡 在很小颂的这个金牛座的朋友们 这个可能是你隐隐约约 在头上思考的这件事情 OK 那来到这边呢 这个Temperance呢 还有这个保健3 这个呢 就是我会请你特别要去注意一下的 OK 你注意看哦 这是两个人睡在不枕面 一个人睡着了 一个人正在睁大眼睛 你还睡不着呢 OK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啊 你看哦 这边有两个人 他们是在接吻 他们是很恩爱的 但是来到现阶段 这个能量场当中呢 你会发现哦 你们两个呢 是 我会觉得这个能量场 这两个人的能量场 会让我有一种就是 我在看着你啊 难不成你都不懂 我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吗 然后这个人呢 就自顾自睡的了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呢 在某部分的金牛座的朋友们 我觉得你会 你要特别注意哦 我觉得你的辛苦 要被别人看见 然后呢 还有 你这么努力的付出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你应该要得到 你应得的这些报酬也好 或者是 比如说家人的理解也好 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来到一个平衡 需要来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所以这个呢 来到现阶段能量场 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 人事物呢 我觉得它可能需要 来到第二次沟通 或者是需要进行一个调整 或了解彼此心理的 这个内在想法的时候了 OK 不然我会觉得 你可能一个人瞎忙 你可能是忙得很过瘾 没有错 你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抱怨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一块 可能会让你有一点点 这个感受 要怎么说呢 有一点点失落 或者是有点觉得说 为什么 他们好像没有看到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的原因 这个部分 我会特别提醒 今天有做的朋友们 然后呢 这张保健三呢 我会建议你 当这两个能量场 同时都出来了 这个状况这样走 然后你没有进行一个 良好的沟通 或去梳理的话 或者是把自己卡在 这个撕血状态当中的时候呢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你要特别注意哦 你可能会特别伤心 跟难过 你看这边呢 是一个阶梯 他不断地走下来 这边有一个人 他在这边看着这个倒影啊 OK 他呢 这个倒影下面 还有三滴眼泪 所以这个呢 就会让我有一种感受 就是 如果假设 你在这样子的状态 你过去付出这么多 这么努力 这么忙做什么 来到这边去得到的是 这些东西 过脑袋里面 有思索这些状况的时候 我个人会觉得 你可能一不小心 可能就会跑到 这个保健三的 这个能量场里面 保健三呢 不是说这里 会有人背叛你 或者是会出现 什么很伤心的地方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就是我刚刚 形容不出来的原因 这个人啊 自己睡他自己的 他没有发现说 你可能彻夜难免 你还在思考 明天到底要忙什么东西 这个计划到底要怎么做 你会觉得这些东西 可能要再一次的安排 在这个绑手绑脚 你已经整个头都洗进去了 也没办法 有退路的时候 你可能在思索这些东西 可是 这个可能对你来讲 很重要的交所 相关状况人数 这个对你来讲 很重要这个分量的 这个人或事或物 我觉得 他可能需要来一个梳理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的挑战是钱币4 OK 这个钱币4 你可以注意看一下 你有沒有发现 你有很多牌卡 都是跟钱币有关 你这边跟钱币有关 这边也跟钱币有关 这边也是跟钱币有关 这边有一个钱币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你可能就是很努力 很努力在生活当中 或很努力 很努力 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成就 或名声或地位 所以这个钱币4 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 你到底要不要用 这种状态 你到底要不要让这种状态 持续用这种方法进行下去 我个人会觉得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因为这个人呢 你注意看 他是手上拿着一个钱带 但是他一直回头看 他很害怕 有人会把他这笔钱偷走 你看 然后呢 这边其实已经有很多了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你的挑战 除了说 你要不要再让这个情况 持续下去 第二个 我觉得你特别要去 注意状况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之所以 为什么这个钱币女王 让我感觉没有很开心的 就是 我拥有这么多 那又如何呢 这些人能够了解我的付出吗 还有一件事 我拥有这么多 那我是不是在失去他的时候 我也会更加的害怕呢 可能呢 这边就会有一个阴影 伸出这个黑手嘛 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拿走 这个就有点像说 我投资这个项目嘛 对不对 可能会成功啊 可能也会失败啊 但是我投入很多 现在也不错啊 那万一天有一天没了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挑战 你要去跨越的这些东西 OK 好 那来到这个 未来的这个能量场呢 你抽到的是世界牌卡 抽到的是钱币发 抽到的是钱币骑士 OK 我会觉得 在这一股 这种比较 忧虑或低潮 或者是你可能有点困惑 或者是需要梳理的状况之后 来到未来呢 我个人会感觉 你不会因此 而停下你的脚步 我反而会觉得 你可能将你家族 玛丽给他吹下去 给他吹下去 原因就是因为呢 我会觉得 这个吹下去呢 并不是一个不好 但是我个人会感觉 现阶段能量场 我会特别强烈建议 进入所有朋友们 你如果觉得 你需要找人聊聊 需要专业人士相助 或者是比如说 要去一个空间 比如说去外面走走 这两到三周 现阶段这个能量场 是你非常非常需要 去做到的一件事情 OK 或者是跟你心爱的人聊聊 让你的枕边的人 了解你的状况 或跟你的亲朋好友 诉说一下 其实你压力可能很大 这些东西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两到三周 自我疗愈 是你非常重要的课题 所以来到未来 这个状况呢 我为什么会说呢 其实你把它吹下去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 问题的原因 是因为我会感觉啊 你呢 之所以为什么 会是一个魔术师 拥有所有的资源 因为你这个世界 是非常丰富的 我个人会感觉 在这一趟梳理 这个修复 这个疗愈过程当中啊 你呢自然而然呢 你注意看哦 你又来到一个女神 这边有一个钱币 又恢复到这个 钱币女王 这个炯炯有神的感觉 虽然这一张 是钱币启示 我个人会感觉 你会重新去思考一下 对 我当初这么做 是为什么打勾 我的目的地是什么打勾 我跟家人梳理好 这个关系疗愈好了没 打勾 我没有足够休息时间 我觉得我可以再充斥 可以打勾 所以这些小花 反而是让我有一种 你们有没有看过卡通 这个小花 很像那种 就闪闪发光的 那种小花朵会旋转的那种 我个人会感觉 你会重新整理好 再出发 去创造属于 你自己的世界之外 你会再一次加紧玛丽 这个是钱币吧 你就会再加索玛丽 去把更多的事情做好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的 还不错 最重要的是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钱币期 钱币期呢 是因为 我觉得就是因为呢 我觉得你有冲 然后停 又冲了再出发 我会觉得在这个高低起伏 这个充电跟这个蓄电 的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你又来到了 下一个可能会有不错的机会 到来的这个 我觉得潜在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钱币期呢 是三颗钱币之外 这边还有一个问号 这边呢我个人会感觉 第一 这个有一些小众的 金牛座的朋友们 你在未来可能 会因为你这个蓄电 休息 然后调整自己好 然后整个心情跟状态 也不一样之后呢 可能会有不错新的 这个机会来找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个人会感觉 在这个深思熟虑 跟重新整理过后呢 我会觉得某部分 金牛座的朋友们 你开始在思考 就是我要怎么样 跟现阶段的这个状况呢 来进行一个共存 达到一个平衡 我觉得你开始理解 这个平衡啊 对你来讲很重要 投入这么多是为什么 这些初衷是为什么 你投入这么多 为这个家庭这么辛苦 或者是为这个世界 这么打拼 是为什么呢 为了就是让自己 过上好的生活 或者是让家人可以安心 但是如果你忙成这样 这个家人在睡觉的时候 你下班才回来 你只能看着家人的背影 那其实说实在的 就有点像是 失去他实质的意义 那这个时候 你就算作用 这些万贯的财富 或者是有很大的功成名就 或者很棒的成就感 跟满足感 对你来讲 这失去了他的初衷啊 这拥有再多 或者是再富足 对你来讲 你可能就觉得 我最想要的是我的家人 对吧 所以我感觉呢 是这一趟回到初衷 还有修行充电 再出发之后 我觉得你反而变得很明朗 我反而会觉得说 这反而对你来讲 是一件好事 进入所有朋友们 OK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宇宙验证牌卡 那宇宙验证牌卡 我会建议你 不管是新朋友 老朋友都来看一下 好不好 原因是因为呢 这个宇宙验证牌卡 会来验证我刚刚所读的 这个能量场的内容之外呢 还有一件事情呢 是因为 它除了会给你额外的建议 然后还有 你也可以来验证 看看我所说的这些细节 OK 然后呢 这一部牌卡 我比较特别一点点 我会跟金牛座的朋友们 说明一下 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 这部牌卡呢 我会不管是正意味 我都会 OK好 OK好 来 金牛座的朋友们 你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从头到尾 在洗你的牌卡的时候 洗这一副的时候 掉到地板上 洗这副的时候 也是很凌乱的 一直没有办法 好好集中在我的手上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跟你讲 你手上很多东西要忙 你呀 就两只手 你要做这么多东西 做这么多事情 我觉得真的很难 因为我很爽会洗牌 一直掉一直掉的 我不是第一天洗牌 是不是这样说 对吧 所以我觉得 这个很像是一个 赛要我再告诉你 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你要掌握 可以 你想追求也可以 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呢 不是说你没有能耐 而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的分配 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不好 OK 不要让自己 就是真的是 我觉得 就是 我只能跟你讲 你这个想法 因为我跟你讲 你这个能量场 跟想法 我完全能够理解 但是我觉得 你要是敢做一个分配 好不好 OK 不要觉得我碎念 OK 因为我在读这个能量场 我是完全可以理解 你内心的感受 OK 好 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那这部牌卡呢 我就是正立位都会读 OK 好 来吧 我们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 你称到的是宝剑骑士 以及这个前必二的逆位 OK 我会感觉 这个宝剑骑士 跟前必二的逆位 在你过去的能量场呢 给我有一种感受 就是你看哪 你就是拿着刀 一直冲一直冲 一直向前冲 因为你别无选择 前必二逆位的意思就是 我别无选择啊 我已经承担这么多了 我已经投入这么多了 我已经答应家人要这么做 我已经决定要朝向这个梦想 我从小就在练乐器啊 我就是梦想 才要成为一个编曲家 或成为一个音乐家 或进到音乐圈去混一把 是不是这样说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啊 你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是因为你认为心中 可能是别无选择了 我头都洗下去了 你现在要我 就是转个方向 或者是改个行 可能有点太晚 有点太起 也太难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个人会觉得说 这两张牌卡是在告诉你 在全力以赴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那也是因为 你很肯定 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些什么 所以呢 这个圣杯时呢 还有这个魔术师的这个状态呢 我觉得也是为什么 你会愿意选择持续冲刺 然后让你自己 没有任何回头的选择 OK 所以来到现阶段 这个能量场呢 你抽到的是保健时的正位 前臂期的逆位 然后还有这个是 女王牌卡的正位 好吧 OK 来 你这个前臂期呢 是在现阶段能量场 跟未来的这个能量场 互相验证了 这边我会特别告诉你 这个前臂期转阵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等一下跟你做一个说明 好 来 在现阶段能量场呢 就是这个保健时 这个呢 我就跟你讲嘛 来到了一个状态 你可能需要跟家人聊聊 要让他们知道你的辛苦 或者是呢 你希望渴望被看见的 还有你为什么 要背负这么多的责任 我觉得这是现阶段 你必须把这根保健 一根一根进行一个梳理 你需要来到一个充电状态 你都躺在地板上了 每个背上都插了这么多把剑 你还不休息吗 OK 好 那接下来呢 这边呢 是一个前臂期 它是逆位的 前臂期逆位就是 请你暂时禁止再投入 OK 这个呢 是女王 女王将真的时候 一个怀孕的妇女 她是在一个休息 需要被照顾的状态 才在孕育新生命的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 她是非常脆弱的 但是她也会散发出 这种妈妈的光芒 所以这个两张牌卡 就是我刚刚在告诉你的 这个女王啊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力量 不像一般我们看到 这种很气势辉煌的女王 就是在告诉你 这个女王啊 她在孕育一个新生 她在续电啊 她在保存这个能量啊 或者是吃得很健康 吃得很营养 就是为了养她 这个肚子里面的这个宝宝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会觉得避免过劳 情必欺逆味的意思是说 不要再投入了 不是叫你全部放弃 是指现阶段的能量 你要休息一下 不要再过分的投入了 你应该要让自己养精蓄锐 OK 你已经看到你的牌卡 都是在讲我刚刚说的事情 所以在未来的状况呢 这张牌卡是圣杯女王 OK 这张圣杯女王的逆味呢 她们是要我告诉这个 金牛座的朋友们 我先转正给你看 这个是要告诉你呢 你手上捧的这一个圣杯 跟这个彩虹 并不会因为你一时片刻 没有灌溉她就离你而去了 OK 这张圣杯女王的逆味呢 是要告诉你 你不要呢 让你自己的情绪 很容易七上八下 七上八下 好吧 不行不行 我今天万一没有投入 那别人就抢我的饭碗了 怎么办 OK 不行不行 万一我今天没有努力 员工搞砸了 怎么办 你不要担心 你既然之所以 为什么会是一个圣杯女王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呢 这些所有的东西啊 其实你已经够多了 你不要忘了 你在一开始就有这个圣杯石嘛 对不对 你圣杯女王 就是掌管这圣杯石的 OK 圣杯石呢 恰到一杯后 还有圣杯酒 所以你不要这么紧张 不要慌张 不要觉得说 是不是这样子一点点 我可能就会失去我的所有 这就是为什么啊 我会告诉你啊 你在这边啊 你一定要放下这种 我很害怕 我所耕耘的这一切 我所投入的这一切 会不会就这样子一无所获 这个呢 就是在未来要告诉你的 你通过这个关卡 你来到这边 你就会稍微比较轻松一点点 也比较愿意放手一点点 好不好 所以不要太过分的紧张 OK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天纸跟宇宙 有什么样额外的讯息 要提供给我们金牛座的朋友 做一个参考 好不好 好来 来 注意看啊 来 这张牌卡呢 是一个男生 带着一个 拿着一个爱心在他的手中 OK 这张牌卡呢 其实要告诉你啊 你不要太担心啊 这个呢 在你手中的这个东西 就是你现在在经营 在努力的这个东西 对你来讲 像是一个 这张牌卡 其实象征的就是圣杯国王 圣杯国王跟圣杯女王 我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情啊 这中间只是需要一点时间 暂停 续电 充电 还有跟中间的这些 相关重要门数 进行一个讨论 或者是进行一个理解 OK 因为你不要忘了哈 你在这边你注意看哦 这个是一对很恩爱的情侣 这个呢 又是一对很恩爱的情侣 躺在床上 OK 所以我个人是真的觉得哈 你要重新去理解 你的初衷是为什么 你的付出是为什么 你去做这一切是为什么 OK 你需要有一个人理解你 所以你需要有一个人 把你放在心上 你们才能够转正 变成一对真正的跑跑卡棚 OK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这只是一个需要 充电梳理的状态 我倒是会觉得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吗 金牛座的朋友们 OK 好了 那以上这些 就是要提供给你 作为参考的 这一次的 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非常感谢 金牛座的朋友们 你来收看我的影片 也希望你会喜欢 以上就是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